接下來疫情的一些調整 我簡單的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下一場將由經濟部 制裁局的專利審查委員 蔡清玉 蔡小姐 將為我們帶來制裁部局的基本概念 原定下一場即將 本來要延長的 Jackie Young老師 她會緊接在我們蔡小姐的演講之後 做了一些調整請大家見諒 我們接下來就邀請蔡清玉 蔡小姐 各位好 我是蔡清玉 是經濟部制裁 蔡小姐 我今天在接下來這個小時裡面 想跟大家用比較輕鬆的方式 去談一下制裁部局的基本概念 各位 我可以放心 我們在這一小時裡面 都會讀到專利法 商標法 或是著作權法的專用名詞 我們要用比較生活化的方式 來跟各位討論說 如果今天我們有一個產品 或是有一個技術 然後從我們研發到上市 銷售的這段過程裡面 我們可能會產出哪些的智慧產權 第一個 我們當然要想說 那我們要如何去找尋 智慧財產的保護標的 那因為現在看到中文 那台灣呢 其實一樣是非常著名的產品 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 這次也很喜歡 或許等一下在中文示範的時候 你也會看到它 比方說這個雞排 好 那雞排它會有什麼樣的智慧財產呢 第一個 我們要先從雞排的製造 來開始去討論它 第一個 雞排它有個 下個製造方法 你要用第一次開始 你要先去開打它 接下來呢 你要去醃漬它 還有呢 你要去沾粉 然後等它返潮 最後呢 你再下油鍋去炸完 那當我們這樣子生產了之後 接下來呢 你還必須要幫他 去做包裝 做食物箱 還有 可能要設定一些品牌 那你在包裝的時候呢 我們會使用紙袋 紙盒 或者是說 你在上面會附帶一些設計 接下來呢 如果你會有品牌的話 那你就可以有商店的名稱 或者是有Logo 甚至你會有公告詞 最後呢 你可能還要有文宣 文宣上面就會有文字 文片 還有文像等等 所以呢 從這個製造 到後面你的銷售 大概的流產是這樣的 那在這些過程當中 它可能會產出哪一些的智慧財產 一開始我們才看到 在製作雞排這件事情來講話 它是個內容的 也就是說 它是 人生被折斷 它是彈不到的 第一個 我們說拍金牌 你要把肉排排20下或30下 它是一個我們叫做 襲擊方法 襲擊方法就是說 這件事情呢 是大家都知道的 大家也都是長久以來 是律師做的 以 如果是這樣子的特性來講的話呢 它就是屬於一種公共財的範疇 因此在這裡的話呢 是沒有辦法用文字會財產的方法來保護它 但是呢 在我們做煙子或是沾粉 這件事情上來講的話 它能夠測測到煙掉的肥肌 或者說 你有瑜伽的秘方 或者是你有一個特殊的小步驟 例如說 你要等那個雞排的表面反潮之後 你再下鍋去炸 那這件事情的話呢 它就是我們俗稱的 叫做江湖的野菌 你說過了就不值錢 如果呢 你今天所要保護的know-how 它是有這樣子的特性的話 其實你就會適合用明天秘密去做保護 那野菌最有名的兩個例子 一個呢 叫做Ugo 藤樂的黑吧 它在一百多年以來 它都放在保險箱裡面 是不為人所知的 那第二個的話呢 它就是Ugo的顏色吧 其實像Ugo 呢 其實它是美國檢舉它的專利申請的 但是呢 如果你只能去看它的專利 它並沒有把它的演算法 實際上去申請專利 它就是我們驗聽你的方式去保護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 演算法的東西 它是一個抽象概念性的表述 如果呢 你在專利裡面 你去揭露它 或者呢 是讓具有一般知識的人 去看了你簡規的說明 它就能夠做出來 那如果你今天所保護的話 有這種個性的話呢 其實你就不應該把它公諸於事 你要用營業的方式 把它放在可能你的保險箱裡面 這樣子的話呢 才是最安全的保護方法 那當然呢 營業裡面有它一定的要件 第一個呢 你要去有利益性 第二個呢 它是讓具有商業價值 因此呢 在這樣的定義之下 如果你有一些關鍵客戶的名單 或是一些關鍵的 同業所不知到的訊息 而且呢 這些訊息它是具有商業價值的 而且你也好好的去包含它的話 它就會具有所謂營業的要件 那再來的話 炸雞排 剛才呢 我們對炸雞排的描述是說 你可以在150度C的油門面 讓它去炸兩分鐘 那這件事情的話呢 它是有一個人為的操作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呢 單純要把這個炸雞排的奮咒 去申請專利的話 你就會給你道說 這是一個不可專利的標的 因為呢 這是一個人為的方法 它是具有技術思想的 但是呢 我們就另外一個層面來看 如果呢 我今天還是想保護它的話 好 那我們就在配合規定 也許呢 你在炸雞排的過程當中 你使用的是各蘇的補具 或者呢 你是使用各蘇配方的專用 炸雞排的標 那這樣子的狀況 你就可以去申請 包吟專利 或者是新型專利 例如你看到右下角這樣 它就是兩個台灣的專利 都是炸雞排的補具 那這個左邊的這個的話呢 是包吟專利 右邊的話呢 它是台灣的新型專利 那我們呢 在鑽型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個 炸雞排的補具 和我們使用它的方法 把它形在一起 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克服它 不可專利的原因 那你也可以同步的去保障 你的那個 炸雞排的方法流程 好 那前面呢 我們講的是 製造那個雞排的步驟 那接下來的話 你們看 當我們這個雞排炸好了以後 那我們當然要幫它做包裝 行銷還有文圈等等 那這一部分的話呢 就是會讓消費者接觸到的 那在這邊呢 我們會用什麼樣子的那個 智慧產權來保護它呢 第一個呢 你們會有容器 這個容器的話呢 會有提到說它的設計 還有它的外外 在這邊的話呢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容器 也許你可以再用事情專利的方式來保護 或者呢 你可以像它的 呃 右邊這檔的圖一樣 這兩個圖呢 第一個呢 它是一個很像派到老鼠 裡面的盒子 它是一個台灣的事情專利 那右邊的話呢 它是一個聯國的設計專利 這個專利呢 它其實是用在說 放姿勢的盒子 那在這邊的話呢 如果你要去申請設計專利 或者是申請專利 完全都是考量你的那個想法和需求 你不一定說是要申請哪樣的那個專利 比較好 但是如果說你在美國的話 因為美國它是沒有申請專利的人 當然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就只能選擇設計專利 好接下來我們要一並討論 商標和著作權的問題 因為我們記得之前曾經有團隊問到 跟我說 像我們今天跟我說 已經設計好的一個圖案 要用在我們的開放APP裡面 當我們設計好這個圖案之後 其實我們就已經用故作權了 那我為什麼還需要說 要用商標去打破它呢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品牌它會包含什麼 一個叫做名稱 名稱它可能是我們自己的表述 再來呢 它是Logo Logo就是我們講的圖案 那Sclven就是所謂的古道詞 這三樣東西 它都是商標可以保護的項目 那再過來呢 文宣 文宣就包含 胡還有胡文 那一般來講 我們這些一個 具有原創性的文宣的話呢 它當然就覺得有著作權的保障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一些比較知名的廠商 它是怎麼做的 你現在可以看到 這螢幕上面 那個熊大和孤獨 這兩個圖案 它在創作完成之後 自然呢 它就已經享有著作權的保障 而實際上呢 Line它在台灣 分別為了 Live Friends裡面的每個人物 都有設計的商標 那這兩個呢 都是所謂的 圖形的商標 那下面的那個 Shape 其實是Line它的訊息通知的那個音樂 那這音樂呢 當然 在創作完之後 它就已經享有著作權 可是呢 Line它在台灣 也為它升級 Dent 那個升級的聲音商標 那這三個商標 都是已經看過審查 以及註冊的 享有商標權 那在用間的圖案 那個兔兔的話 它是台灣的一個設計專利 那為什麼 我已經有了兔兔的商標之後 我還要去升級設計專利呢 因為我們知道商標 它是一個圖形 它當然是用在我們 登記的商圖或圖案之上 可是今天呢 我如果說是和超商去合作 我要發售那個 HOOTU的玩偶 那另外呢 HOOTU它是在玩偶上面的 一種表彰 在這種通況之下 它就符合設計專利的了解 所以呢 你可以為這個HOOTU的玩偶 去申請設計專利 所以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說 其實在不同的那個 作權或者是商標裡面 它所保障的項目 還有範疇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邊為什麼 我們要特別在單獨 去講到這件事情呢 我們 如果說上禮拜 有看到新聞的話 各位就知道 在台灣有一間公司 它是那年代的那個 伊迪斯的倒塔傳奇 它在台灣呢 被那個 魔獸 遭到那個法院去 遭到的是刑事訴訟 是侵害著作權 還有上吊權 那它的意思是說 因為呢 倒塔傳奇裡面 它的部分人物和場景 跟魔獸裡面的狀況 是非常相似的 那 這個暴血認為是說 有侵權的嫌疑 可是實際上我們是過 監訴的結果 其實暴血呢 它在台灣 就為它公司的名稱 還有魔獸傳奇 去申請商標的註冊 它並沒有為它 場景的設計 還有人物的設計 各連的去申請那個商標 也就是說它不像大影一樣 幫它的熊大還有兔兔 單獨去註冊申請 那它為什麼這個美商 它可以這樣去組上它的權利 而不單獨去講說 犯著作權就好 那我們的猜測是 這個暴血公司 他們是認為 因為魔獸傳奇在全世界 已經上市非常久了 那它裡面的場景 還有人物 是具有代表性 甚至呢 我們也可以買到 它的周邊的商品 因此呢 當消費者買到 魔獸周邊商品的時候 就知道說 這個人物其實是魔獸裡面的人物 但你只能去有一定的識別性之後 那它就認為說 這其實就具備商標的標界 所以呢 它是用這種方式 在台灣呢 它來起訴那個 蒂利斯的刀塔傳奇 那為什麼說 它不單獨用 著作權的方式來起訴呢 因為呢 其實我們也製造說 刀塔傳奇和那個魔獸 它雖然場景人物它很雷同 你一個人就可以看出來說 其實是有抄襲的性 可是呢 你們說它完全一樣 然後沒有創作性嗎 這個是會有生育的 那我也同時了解 像美國的廠商 它對於這些 智慧財產的訴訟 是我們的策略上非常成熟的 它很了解說 不同的智慧財產 它保障的那個程度是不同 你在高人家侵權求償的時候 的要件也是不一樣 因此呢 它是同步用的 著作權還有那個商標的方式 在台灣起訴 好 那為什麼說 突然這個 魔獸要在台灣到 當塔傳奇 那時候我們還要再追溯到 往前一個禮拜 也就是三月中的市場 在美國 麗麗絲呢 她在美國去控告另外一間公司 Upo 她的另外一款遊戲 有刪在她的心裡 那他們呢 是在 我們的美國加州 聯邦地方的法院起訴 但是呢 她起訴的標題就是 這個著作權 那為什麼這種著作權呢 因為呢 他們是 有一些證據去表示說 那個 站在她的場章呢 是直接去翻譯她的城市 然後呢 所以有這樣子的證據 那她的證據是什麼 就是在這個 站在她的遊戲上面 去按 點擊畫面上 什麼特殊的那個 那個 那個框框 那個範圍 這個她出現一個畫方 上面寫的是 比利斯遊戲 那如果今天的遊戲 真的是 你自己開發的 那為什麼說 在你遊戲上面 去點擊 現在會出現 我們公司的名稱呢 她使用這樣子 非常強烈的證據 去控告 如果說 你是有著作權的侵害 所以呢 在這邊我們可以了解到說 當你今天需要用著作權去求償的時候 那你的證據力 是要非常明顯的 那在上標上面的話呢 因為她可能有所謂的混淆 或者是近似的那種特證 所以呢 她在求償上面 或是起訴上面的 判別標準是不一樣的 那在這邊的話呢 就會比較強調說 如果今天各位夥伴的產品 或者是說 將來要發展的服務 她會跟人們一起見面有關 或者呢 是跟一些 社群媒體有關的時候 那你就要特別去注重 那個 著作權 或者是商標方面的保障 因為呢 這樣子的 優惠財產權 才會有效保障說 消費者對臨產品的事 而不會跟別人競爭者的商品去做混淆 那接下來的話 你可以再看看說 為什麼像這樣子的保障 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你覺得說 我可能也會被人家侵權 那我也不可能去侵權人家的話 那我們看看說 這件知道 她是不高距離操作的 這間公司呢 叫做FetchLeaf 她是個新的START 而且是非常的順利 但是呢 她在去年10月獲得 5億多美金的支柱 那這間公司呢 她做的是過真實境的那個技術 那這次 這個短片呢 是她在 也是3月21號的時候才公開的 那這樣子的短片呢 基本上她也做不到的說明 大家也有懷疑說 這真的是她們產品的實際的畫面嗎 其實這部分的話呢 我們不是非常的確定 但是呢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說 這樣子的公司 她去如何操作她的 智慧採強 那這間MatchLeaf 她有一個美國專利的申請案 她是在今年的1月15號才公開的 那大家呢 可以去藉由 比方說 那個Google啊 去查詢這樣子的那個專利案 那我們看到下面的這六個圖案 這六個圖式裡面 她的左邊是 那個白底 然後黑色的那個 這個圖案呢 這個圖案呢 就是在我們的專利裡面 所用的模式 也就是說 在我們的專利說明心裡面 無關於實施力 或者是技術的說明 那至於右邊是什麼 右邊是影片的剪圖畫面 可是呢 這些剪圖畫面 並不是由MatchLeaf的原創 它使用很多的UI設計者 或者是世界設計系的 學生的畢業作品 那很明白的就是說 這個MatchLeaf 它把別人的創作 用在它的專利說明書之中 所以呢 曾經有移發一些討論 也就是說 像這個MatchLeaf呢 它的破真實際的專利 升級案 它其實是UI超行星 那這樣子會影響它的可專利性嗎 那如果各位夥伴 它對於這個一級有進度 我們研究的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搜尋你們這點名張 用我們的主辦單位 經過非常好 我們在各地產業資訊室 它裡面呢 會針對這些內容呢 都有很多詳細的介紹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其實可以知道說 這個結尾的意思 它不會有影響 那為什麼 因為atchLeaf呢 它要保障的是 它的生產器具 其實就是那個 過真實際的裝置 就是這個 像眼鏡的那種裝置 那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會衍生出兩個議題 一個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atchLeaf呢 它要保障的是眼鏡 但是它要把這個UI的東西 寫進它的專利說明書裡面 那第二個同一個議題就是說 那這個UI創作者 它的權力要如何去主張 以atchLeaf來講 它本身是過真實際的 技術農舊公司 當然 對它們來講 將來呢 為它帶來收益的 一定是那個眼鏡的那個中繼 而普通的UI其實只是介面 它是可以經過修改 或是因為不同的應用 它就有不同的介面的呈現 那這個 他們把這種協進專利說明書裡面 基本上呢也是跟美國專利的申請制度 是有關係的 因為當你無案的說明書 是非常盡的時候 將來呢 你要去為它衍生專利家族的時候 你就有更多的資源 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那對UI的創作者的話呢 怎麼辦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 因為呢 我們已經把它公開在網站上面了 這時候呢 就只能去主張的製作權 可是呢 在美國的那個地方法院 它是有一個派例 它有提到說 在專利說明書裡面的資訊 其實它是公開可以有公眾所使用的 在這地方的話呢 它是製作權裡面所提到的合理應用 因此呢 如果你今天是 前面我們提到 另外的創作者來講話 你是沒有辦法 從這邊去求償半稅 也就是說你的製作財產權 是沒有辦法去主張的 那這裡的話呢 就只剩下製作人格權 如果呢 Matchel Link 他在他的專利說明書裡面 雖然用到了這些相關的圖案 或者是圖示 但是他沒有表彰說 這個影片的畫面 它是從誰製作的 你只能從這邊去主張侵權的求償 但是呢 如果說對於製作權法 比較沒有了解 看到這地方 可能覺得說 那大概就不用市場 因為你不見得能夠很明確的去表達說 因為呢 我的影片被你不用 但是沒有去說明這是我做的 而我受到哪一些的那個損害 所以呢 這個地方呢 就是會有可能 好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會特別提到說 這個影片公開的時候 你要特別去保障它呢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 現在在很多募資的狀況之下 有一個方法就是我們做咒嘲 我們呢會把我們想要開發的技術 或是想要做的產品 我們放到公開的網站上面 讓公眾越來 然後呢使用公眾呢可以投資我 可是當你這樣子的公開行為 它會造成你在智慧財產學 保護上面的一些考量 第一個 如果說你把你基礎金公開了 那你就是需要在各位前面 要快去保護你的智慧財產 比方說 專理 因為呢 專理它是有那個 吸引性還有智慧性的要求 如果說呢 已經已經把公開了 但是沒有在任務時間之內的 換去申請的話 那它就作為成為一種 公開公眾的技術 你就沒有辦法再為它申請 專理的保障 那所以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會非常重要 你要瞭解 當我們今天做一個公開的行為的時候 它對你後面的保障 是不是會有造成影響 那像前面的意外設計者 來講的話呢 他們公開之後 目前的頂多只能主張著作權 而不敢再去用其他的方式去求場 那其道說 商標著作權 還有這個專理的話 有的重要的地方就是說 像我們今天經營的產 或經營的服務的時候 我們事先呢 必須要先去做好規劃 這個呢 是屬於戰略的層級 因為呢 你的不同的規劃 會導致說 在戰術上 運動的不同 所謂的戰術 都會涉及到授權 或者是 已經要去打訴訟的時候 那你所採用的方法 就會接到不同 而這些呢 都必須在你 在生產產品之初 或者呢 是在那個規劃的時候 一開始就要先把它 先想好 然後就要先開始 程度的去完成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現在來看一個 很有名的例子 那其實呢 這個Apple 我們都知道說 在這幾年來 它在那個專利的訴訟戰場上面 其實它是常勝軍 而且得到非常大的收益 那我們一定會知道說 其實它有的武器 就是商標 還有專利這兩樣 那它們呢 是如何去做的 在2007年 第一代的iPhone 它上市的發表會上面 所以賈博士他就說 你可以呢 在我們iPhone上面 用多隻手指進行訊控 而且呢 我們已經有專利的去保障它 那它呢 是如何呢 去進行它的專利的保障 以及它的數量 大概是10樣子的狀況 賈博士他就接著說 我們呢 其實呢 為了iPhone研發 已經花了好幾年的時間 而且呢 當時就已經申請了 超過200件的民國專利 而且我們呢 是有決心到保障的 智慧財產權 那那個是 只是2007年的數據 我們只知道說 這是當時就有200件 當然十字幾日的話 你會用iPhone的專利 是可以用 切回單位來做計算 那透過呢 這個民國 他們這幾年來 在智慧財產權上面 到保障的成果 我相信呢 這也已經說明了一件事情 如果呢 各位夥伴 還在這個過程當中 還在遲疑說 我呢 是什麼時候 應該要保護 我的智慧財產權 那什麼時候 該申請專利 什麼時候 應該要申請商標 或者是什麼時候呢 我要去做 我公開的行為等等 我相信呢 這個賈博士 他的這個演講 就已經給各位 給了最好的答案 那我今天演講到這邊為止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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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找各位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相信許多在座的團隊 就是在制裁保護商業 和自己的想法都規劃 那如果說大家等一下有問題的話 那不妨可以攔截剛剛我們的講者 然後直接對他提出你們的疑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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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